老师能够以自己作为榜样,才能够感动学生和家长。 这个班级是齐山国小四年信班的同学,在画面前看来与一般的小学生没什么不同, 但他们已经从三年级开始学习弟子归,一周两次,现在已经升上四年级。 看着这班学生成长的班导师,感受最为深刻,这一年多来的改变,班导师说道, 那三年级的时候是全校公认调皮捣蛋非常严重,而且甚至有小朋友会打老师, 那到了下学期就慢慢有改善,甚至到这一学期一开学,我都被他们吓了一跳, 因为我们班几乎是非常安静的,可以认真的听老师上课, 中词法师第一次来上课,今天第一次来上课,他也吓了一大跳, 因为小朋友变得有礼貌,而且上课可以认真的听老师上课, 当然有时候会有点分心,可是整体来讲,真的连全校的老师看了都说, 你到底是怎样教你的学生的, 我说我们每个星期一是都有一位中词法师来帮我们上弟子归, 那平常的时候呢,我也会跟他们教授一些有关做人做事的道理, 平常呢养成一个好的习惯,就是心理想的,嘴巴说的,还有身体做的,都要合一。 隔壁班的学生看到摄影机,都会兴奋的在镜头前打招呼, 四年信班的学生相较下多了一分懂事和内敛, 弟子归让孩子懂得感恩,一年多来的学习, 看见了成效也交出特色, 让师生齐学弟子归,共学传统文化, 深入理解当中的孝亲诚信待人的处事道理。 法界新闻吴庸曲,高雄采访报道。